我们昨天已经再次的强调 进口鸡蛋是非常不容易 如果没有办法取得该出口国的鸡蛋的检疫证明 如果没有办法有专业的鸡蛋的这个贸易 如果没有检疫证明跟安全卫生证明 如果没有盗案的合理价格等这四个条件 它是进不了鸡蛋的 那所有的这些鸡蛋的进口的贸易业者 他们本身自行都有相关的经验 那交互这四个条件进来的这样的鸡蛋 那透过农业部的价格的吸收 那已经扮演非常重要的稳定国内的鸡蛋的需求 所以外界许多的不实的指控 我们已经完整的在昨天有完整的这一个说明 我们期待外界在检视这一个专案鸡蛋进口 应该是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成效 不要再传递错误的讯息 或者是故意抹黑扭曲 那我们昨天的记者会 陈俊暂次长已经有说明的非常清楚 如果在刻意的抹黑而且不实 比如说我们进口所谓的一个鸡蛋 是有食安问题的 或者是有所谓的污蔑土利等 那我们会来进行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